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06話提前洩漏情報2 神秘人公佈了,是三個人 又是主角團勝利了一篇 破200佔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又來到星期一的洩漏暗示了 以往洩漏都會猜到劇情 或者是有相關的劇情 稍早前已經有第一個暗示了 沒看過的可以先去看看 這次暗示有三個 第一個是一個人指著頭腦說 你很聰明的GIF黨 這個聰明到底什麼意思 這就很有趣了 首先聰明會想到貝加龐克 可能貝加龐克有人炸死 但也有可能是指 這話有人展現出了智慧 細耍敵人的概念 或者是指我們這些讀者 可能我們猜到了神秘人是誰 或者有其他事情我們猜到了 第二是三個黑影 然後眼睛是紅色的GIF黨 然後標題寫很容易猜到 這個更有趣了 海賊王曾經有過這個生物一次 那就是恐怖三圍帆船的三個巨大黑影 但是不太可能是現在出現 所以這邊指的比較高機率是第三勢力的神秘人 意思是第三勢力有三個人嗎 這是可以想像的 但應該還有更多想法 如果有更多想法可以在留言區討論 第三是一個人在拍手很開心的GIF黨 這種提示大概率又是主角團有利的事情了 畢竟上一次拍手就來了援軍 這次拍手可能是他們又獲利了 或者是為第三勢力的人拍手 意思是這人來得非常好 又或者拍手是我們這些讀者視角 當然如果魯夫開啟第三次尼卡 我們可能也會拍手就好就是了 或者是黃原背叛 大家一定是很期待的 畢竟這是有機會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土星又被打一拳 一直看土星那麼傲慢 被打一下我們也爽歪歪 這些都是會拍手的劇情 當然這三個提示也有可能是提到斐葉的故事 這就不多談了 大家對這三個提示也有什麼比較合理的推測嗎 都可以在留言區猜測 然後有一個壞消息 那就是下週收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個情報見 掰掰